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3年由李扬导演王宝强主演的电影《盲警》 电影改编自作家刘庆邦的小说《神木》 故事的原型是1998年发生的三起矿洞诈骗杀人案 这几件案子的作案手法很类似 都是诱骗出外打工的农民工倒霉矿工作 伪装成他们的亲属 然后在矿井中将他们杀害 骗取死者的抚恤金 这三件恶性案件的受害者高达150多人 手段极其残暴冷血 如果你想知道人性能恶到什么程度 可以去看看这几件案子的实录 真是让人心口发闷 尽量发冷 刘庆邦小说的原型就是这几起案件 小说的名字《神木》指的应该就是煤 毕竟煤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植物化石 暗指这是一个发生在煤矿中的残酷人性故事 导演李扬看中了这篇小说 将它改编成《盲警》 虽然预算极其有限 但它还是拍出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 再加上这个故事本身就极为震撼人心 被法国的电影杂志评选为那一年的全球十佳电影第二名 这也是王宝强的处女作 她当时只有16岁 李扬在近千名演员中选中了她 并因为在其中自然质朴的表演 获得了第二年的金马最佳新人奖 可以说这部电影彻底改变了王宝强的人生 《盲警》的故事极为震撼人心 但李扬却选取了真实克制的手法来表现 没有用那种故弄玄虚的商业篇手法 这样的反差更让人觉得异常的刺骨 不过还好 里面的角色到最后也并未完全泯灭人性 让人觉得稍微舒坦了一些 一开场是在中华大地的某个小煤矿上 主角一个叫唐朝阳 一个叫宋金明 他们俩起初看起来只是两个普通的矿工 和他们一起下矿的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三个人坐在缆车上准备下井 这时候镜头慢慢的滑落到大地的深处 亮光慢慢的消失 矿井下是一个黑暗的世界 他暂时逃离了人类律法的束缚 接下来发生了让人心惊胆寒的一幕 唐朝阳与宋金明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挖煤 而是杀人 三个人挖了一会儿 坐下来歇息 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叫唐朝阳哥 这时候他这个哥问弟弟是不是想家了 刘青帮在小说中描写 井下的世界充满了让人昏昏欲睡的死亡气息 人们来到这里就像打了麻醉计 杀人与被杀 似乎都不是那么大的事了 刚才那一幕就是这种冷暴力最极致的渲染 这就是唐朝阳与宋金明的致富之道 他们专门找那些急于赚钱的农民工 骗他们说可以介绍工作 但前提是要做一个假身份证 任其中的一个人当亲戚 才能获得引荐 二人带这些亲戚来到煤矿 找个时机在井下将其杀害 然后伪装从意外的事故 骗取矿上的抚恤金 平均死一个人大约能拿到两三万块钱 由于这些小煤矿本身就有很多安全漏洞 所以矿主大多不敢报警 都选择认倒霉赔钱了事 这次也不例外 二人曾井下出来 就开始呼天抢地的演戏 唐朝阳负责装可怜 宋金明负责在其中假意说和 配合的那叫一个六 可见这种人血生意已经做了很多票了 他说呀 他讲人家不赖 你嘴上来出死碗 多少啊 死碗一分件都不能烧 你也得一枪吧 矿长 你想想啊 整个事都没搁到咱身上 你看他跟他第一块出来打工 这没整多少钱还达尽他任命 这我都知道 关键我不是纳不吹吗 这矿长小爷也不厚 这两万块钱我也是解的 不是我也知道那些开要的不容易是吧 不过 你看你也跟他张张 我也好跟他说呀 这都好说 来来来 你先先住 来过点儿用 拿到了钱 把尸体和假身份证一烧 这件杀人的事就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接下来导演开始塑造这两个凶徒 他们确实是杀人不眨眼 但心中还残存着一块人性 那就是亲情 杀人得来的钱 第一件事就是寄回家里 从这里开始展现两个人微妙的不同 李一祥饰演的宋金明会打个电话 与家里报平安 还特别关心娃子学业 他希望下一代不用再像自己一样 而王双宝饰演的唐朝阳 则要冷酷得多 甚至不愿意和家里人说说话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只要有钱 咋都行 除了给家里人的钱 剩下的就是被两个人吃喝嫖赌抽了 特别是嫖的部分 导演做了大量的渲染 你会觉得自己身在一个动物世界 所有人宣泄的都是本性中最底层的欲望 这里宋金明和唐朝阳的表现又很不同 在一次不够愉快的消费之后 他竟然想起了远方的娃 二人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开始寻找新的猎物 在吃饭的时候 唐朝阳看到一个傻巴伦腾的小伙 一看就是刚从乡下上来找工作的 他又顾忌重吃 放网干活 王宝强饰演的这个角色叫袁凤明 这部电影中三个主角的名字是颇有意味的 唐朝阳 宋金明 袁凤明 中华历史上的几个大朝代都暗含其中 具体是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宋金明看唐朝阳领了个大半孩子回来 就有点不乐意 他把唐朝阳拉到了一边 你咋回事 你是装了你还真不想弄 咱不是熊号来吗 老唐你外婆记啊 咱是导老爷们 做事咱讲诡句不是 啥诡句 你 你几乎弄个小孩 你个岛上还混不混了你 我管他大人小孩 弄整钱就中 你要是没钱 人号还不着想出来打工 你可怜他 谁可怜你了 啥呢我觉得不 不中指的小八 其实在这里还暗含了一个大梗 袁凤鸣除了出来挣钱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找他出外打工 但鸟无音信的爸爸 但导演并没有点破 下文里会有所交代 袁凤鸣急于找一份工作 很容易就上了钩 下面的流程就驾心就熟了 到照相馆照了相 做了一张假身份证 改了姓 任宋金明当二叔 两个人一夜之间又有了个大侄子 饿到了 吃饭了 搞定饿到了 你不是让我多饿两点了 你干嘛你这样记得怪情了呀 请二叔的话 知道不知道 吃不了亏 还要点啥不要了 吃吧 搞定了一切 三个人开始在各个小煤矿找工作 问了几家 终于有一家要人 几个人就决定在这里安营眨寨 袁凤鸣这个生瓜蛋子第一次下矿井 感到很害怕 宋金明话里话外 其实是想把他挤兑走 让他知难而退 但袁凤鸣现在完全不能明白 二叔话里的隐藏含义 渐渐的凤鸣适应了危险而艰苦的矿井生活 他以前是个好学生 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 才被迫辍学 所以在挖矿之余 还勤奋的看书 指望着一天能够重回学校 宋金明偶然看见了一张 他和家人的照片 之前他一直在脑中有一个疑问 现在坐实了 他把唐朝阳叫出来商量 这个傻小子远不只是一个 普通猎物那么简单 你看门号张得想谁 想谁 傻子弄死那货 那一次 醒怨了能货 醒怨了 咋了 他跟扯展一说他醒怨了 我都觉得有点不对 会吧 我刚才给他那砍张照片 可想 照片呢 给他那 那你咋不能过来 那我也不能枪啊 关球团 谁几个都一样 你说要给他弄死了 这他夹的绝吼了呀 你尝了球形干啥 绝不绝吼 更再来啥款心 真是 宋金明人性中柔软的那部分 开始松动 袁凤鸣这个小孩 虽然看起来傻傻的 但却是一个热心肠 接下来一系列的细节刻画 让松金明越来越不忍心 杀死这个善良年轻的生命 虽然他嘴上死不承认 你败记忠了 咱们能不能登了几回呀 活了 我说看你嘴那看 有点痛情了吧 干嘛我痛情他 谁几个痛情我呀 这部电影中还有一个暗线 就是袁凤鸣的性意识的萌芽 十六七岁的孩子 对于异性的身体 天然的产生了兴趣 刚来的时候 墙上贴着女郎的照片 他就拔不动眼了 但他完全不懂 觉得这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二叔作为一个老司机 看出了他的心思 所以提出 要让他尝一尝静果 再动手 也不忘来人间走一遭 两人带着凤鸣来到按摩店 这小子哪见过这阵势 吓得就差尿出来了 王柏强当时也是十六七岁的年纪 根本不用演 本色的反应就足够了 这段情节有的镜头我没法放 同学们脑补一下吧 没过几分钟 凤鸣就跑了出来 他看上去很愤怒 他说自己变成了一个坏人 回到矿上 把墙上的性感女郎全扯了下来 但没过一会儿 导演安排了他独自洗澡的镜头 他却露出了天真羞涩的笑容 这可能是他们耗费时间 最长的一单活 宋金明越和这个孩子相处 就越不忍心杀他 唐上元不断的催逼 他只好找借口搪塞 你能感觉出这个凶徒的挣扎 弄啥了你 你说弄啥了 你咋不懂手了 那鸡巴过两天不装 为啥 该发拱钱了呀 哪点钱盯个臭用 现在是个机会 咱把他弄了再说 老唐我你说 昨日将诡计中了 耸性犯吃了名 还咋跟他喝耸性丢了呀 小鸡巴喝啥丢了 那鸡巴喝不喝是他的事 让不让喝是咱那是 知道不知道 那这把墙壁 还在让人家吃喝了不是 走走走 等吃过了最后一顿饭 喝了送行酒 宋金明就没有什么理由推脱了 了结的日子到来了 他满怀心事的向井下走去 今天的任务是地下爆破 用这个来掩饰他们的杀人 真是再好不过 这时候有个工人过来检查 唐朝阳铁了心 今天一定要把事情办完 毫不犹豫的 就把这个人一榔头干倒 下面轮到袁凤铭了 他们的切口还是老一套 唐朝阳问他想不想家 但该轮到宋金明出手的时候 他却一动不动 这段拍的极为冷静 却会看得观众心惊胆战 旁边 嗯 像家了吧 像 咋不像 那让男二叔 送你回家吧 像那不行 我恰而没登够了 我认词 人家在这里 出来没有 天道轮回 两个杀人者获得了应有的报应 袁凤鸣从井里跑上来 阳光简直要把他的眼睛刺瞎 那眼黑洞洞的井口 就像是人性的深渊 就荒诞讽刺意味的是 逃过一劫的袁凤鸣 却成了最大的赢家 真是所谓的天道轮回 一个也跑不了 什么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你什么道理 签是不签 最后 袁凤鸣来到火荡厂 拿两个亲戚的骨灰 炉内的烈火 烧掉了两个罪恶的肉身 袁凤鸣抬头一看 烟囱上冒出了缕缕的青烟 导演没有说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把这一切 教语了观众 去琢磨 评判 在我看来 盲锦并没有刻意的去批判什么 而只是刻画了真实复杂的人性 无论文明如何发展 人心底的那些野蛮兽性的东西 依然很难退去 但同时 人性也不是纯粹的恶 宋经明的觉醒 就是幽暗紧摇之上的一缕光 虽然微弱 但它永远存在 现在是广告时间 关注电影最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除了周三与周日的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院线新片感受 推荐经典夹片与精彩台词 时不时还荒腔走版的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毒舌 安静的看看电影 平平生活 感谢收看吸毒经典 下期我们来聊一聊经典的犯罪悬疑电影 1991年的《沉默的羔羊》 下周日见 拜拜